德国真的是蛮深的感受 比如说就是德国想要跟俄罗斯做生意 北溪二号的天然气管线 美国好有意见 很多次还进行制裁 德国总理梅克尔当时就痛骂说 我反对你美国针对北溪二号项目的制裁法案 还说你这个长臂管辖是没有用的 现在梅克尔即将卸任了 针对梅克尔任期的包括他有一些中德的关系 还有对于未来中德的关系发展 会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我们来听听看 这个是大陆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他怎么说 他说近年来中德关系总体上发展是非常良好的 中国大陆重视对德国的发展 认为中德关系稳定健康发展 符合的是两国的共同利益 注意到德国大选初步的计票结果已经公布了 中方愿意跟德国的新政府 共同致力于维护中德关系 维护中德对话合作 继续互利开放的精神 推动两国的务实合作 本着相互尊重 求同存异的精神 还有原则 推动两国的关系 行政致远 华春莹还说梅克尔总理高度的重视发展对华的关系 任内曾经十二次访华 而且跟中国大陆共同主持了全部六轮中德政府的磋商 推动了中德的务实合作 以及跟各领域友好交往来走深走实 都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同时也为推动了中欧的交往跟合作 做出了积极努力跟贡献 事实证明 只要中德双方坚持巩固 还有深化互信 本着平等对待 聚焦合作 互利共赢的相处之道 就能够推进双边 关系不断的取得新的发展 而且非常期待 德国的新政府能够延续 务实的对华政策 巩固中德关系的合作 主基调 的确德国未来谁当家 对于大陆的态度 真的是很受瞩目的 我们首先来看到 支持率低的 也就是社民党推举的 总理候选人 现年63岁的肖茲 他是现任德国副总理 兼财政的部长 他在对华态度上 我们来看到 比如说在9月23号的晚上选举 最后一场的电视辩论会上 肖茲也是唯一没有直接 触及到大陆的主要政党的候选人 他就强调说 在外交战略方面 需要一个强大自主的欧洲 有一名其实很热衷于 德国要改变对华策略的人士 也就是希望德国抗中的人 他好担忧的对媒体说 肖茲或许会延续梅克尔做法 也就是大白话 不会做任何改变 继续是温和亲中的 其实过去两届的联合政府 肖茲都是主要的参与人 受到梅克尔影响很深 在很多方面都是模仿他 学习他 甚至有一些肢体语言 有一名德国波恩的大学学者就说 肖茲在担任汉堡市长期间 其实跟中国建立得非常好 尤其是开展了很多和上海的合作项目 如果他当上了总理 首先就会寻求稳定 只是在赦免党之前 有发布竞选的纲领当中 涉华内容有正面的 也有负面的 该党肯定了 中国大陆在世界上重要日益的增强 强调如果没有北京 很难想象我们能够在当今的时代 因应包括经济 生态 社会跟政治的挑战 对于新疆 香港 台湾问题 他则是用了谴责 这么严重的字眼 另外一位德国的总理候选人 来看到这一位是现年六十岁的拉谢特 他在今年一月成为基民盟的主席 相对于肖茲在对华政策上的沉默 其实拉谢特的表态更加的明确 他在选前最后一场的电视辩论会上 他支持要延续梅克尔的对华政策 他还说德国必须要继续当好中国的可靠伙伴 拉谢特目前担任的是州长 就是北莱因 威斯特 法伦州 这个地方是华为 小米 还有中芯 这些公司的 欧洲 或者是德国总部的所在地 该州的杜伊斯堡 是中欧班列的重要枢纽 所以之前参加德国工业联合会 举办的另一场活动的时候 拉谢特就说 如果有人想要开始一场新的冷战 那会是错误的答案 不过他也说过有这样的话 比如说中国大陆应该要接受互惠 还有多边主义的原则 尊重人权 的确来看到德国大选公布的最后结果 左倾的盛民党 以1.6%的得票率 显胜梅克尔所属的政党 盛民党的总理的参选员肖茲 他说要加强跟绿党的合作 而选民迫切希望解决就是经济的问题 在大陆成为德国最大经济伙伴之后 有分析师就认为未来 这个新的政府应该就会延续 梅克尔的温和路线 只是这个选举结果等于是终结了 梅克尔所属的政党 16年的执政 当地时间在26号 我们来看看拜登他的反应 美国总统拜登就被问到说 你怎么去评价德国的社民党 在联邦的意愿选举当中领先的时候 他对这个结果表示了惊讶 彭博社甚至还说 当拜登度完周末返回白宫的时候 记者就问他 那你怎么评论德国的联邦意愿的选举呢 拜登回答说我还没有看到结果 当记者告诉他 当时是社民党略为领先的时候 拜登竟然回答 见鬼了 他们很强大 所以对于这个选举结果 真的是感到很震惊吗 社民党支持者欢声雷动 因为这是梅克尔执政16年来 德国政坛首度扭转情势 尽管只是不到2%的差距 according to the preliminary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they're up by about 1.6% now that doesn't seem like a lot but one of the things we have to keep in mind is that when Angela Merkel first became chancellor in 2005 she only had a lead of about 1% 社会民主党显胜保守联盟党 但由于两个主要集团 都没有获得多数席位 小党、绿党与自民党也表态 愿意与社民党或金民党 任一方共组联合政府 如果社民党最后顺利执政 梅克尔长达16年的保守派执政 将走入历史 德国下一任联合政府协商 可能耗时数天到数周 但两大政党保证 会在耶诞节前完成磋商 而选民的诉求 在于气候变迁以及经济 德国经济未来走向 关键在于是否改变梅克尔的 对中政策 分析师认为 即使梅克尔所属政党候选人 拉谢特无法担任总理组阁 梅克尔的对大陆的温和政策 依旧可以延续 根据媒体报道 大陆在今年第二季取代美国 成为德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两国双边关系良好 经济优势互惠 德国下一任总理 在选民压力下 如何协调大党与小党 取得最大公约数 将成为外交与经济政策的 关键因素 记者综合报道 好不止德国 9月29号就举行的 日本自民党选举呢 为了在日本未来的政坛 还保有影响力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 竟然亲自打电话 给自民党的国会议员 要帮高市早苗拉票 根据新日本的新闻报道说 安倍还扬言 如果你背叛我的话 我就要跟你断绝关系 甚至他还最近 窝在日本的国会大楼办公室 打电话 安倍晋三还警告说 如果也是在自民党内 来进行相关的拉票 甚至还化身的军师 指导了高市早苗的路面时间 还有化妆等等的 可以看得出来是他最强的军师 美国常常怎么拉着盟友 打着台湾牌抗中 我们来看到是英国的皇家海军的 李契盟号巡防舰 27号证实 巡航通过了台湾海峡 准备要访问越南 来看到呢 他是在官方的社群网站上推文 表示呢 与东海合作伙伴 还有盟友一起合作 忙碌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正要通往台湾海峡 要访问越南 对此呢 大陆东部战区表示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部战区组织 海空兵力 全程更兼警戒 英方啊 枉费心机 是在刷存在感 你认为也在刷存在感吗 一起来子平聊聊 还说这是 所谓的居心不良的行为 破坏了就是台海和平稳定 充分曝露了他的投机心态 战区部队呢 时刻都是保持安全的相关高度戒备 坚决的反制一切的挑衅威胁 谢谢 谢谢大家